诚总 既然您说到这儿了 那我可要跟您诉诉苦了 我们叶总啊 为了小暖 对我们经济部要求 实在是太严苛了 天天耳提面命 不厌其烦地盯着我们 不能让小暖受欺负 吃苦 太冷太热都不行 对手演员合作班底 都要挑最好的 您知道 我们也是拿工资吃饭的 照这样下去 十个朱小径也扛不住啊 诚总 您可得为我们经济部 说说话 好了 我知道 你是最辛苦的 我知道 我知道 韩小姐 你今天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吗 温小姐 周总 我有一些事情 要跟陈总单独聊 麻烦二位 暂时先回避一下 好 韩小姐 你可能忘了 你当初 也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你有什么事 我都一清二楚 我应该不需要回避吧 那 那我就先走了 诶 等等 我们叶家儿媳妇 需要回避什么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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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程总 温小暖你为什么要难受啊 你要记住 不要总是入戏太深 你跟叶飞沫只是雇佣关系 情况怎么样 我们家飞沫的脾气我最了解了 当年他知道是你救了他一命 他知恩图报 就非要跟你在一起 可是那个时候的他 怎么懂得爱是怎么回事啊 他现在就不一样了 飞沫现在成熟了 长大了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也知道自己要爱的是什么样的人了 你看暖暖 他才刚刚出道 飞沫就一路上把他保护得好好的 所以 有句话我要说清楚 我不希望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传闻 影响到暖暖 影响到我儿子 影响到我们安宁文化 希望韩小姐念及旧情 事隔而止 不要搞得大家都下不来谈 不要搞得大家都下不来谈 我真是老糊涂了 我们怎么可以当着暖暖的面 谈论你和飞沫的旧情呢 这样好像也太不尊重暖暖了吧 抱歉啊 暖暖 暖暖